师父 大悲咒好了 一下就醒来了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懂啊 醒不过来就是被鬼压身呀 后来念大悲咒再醒过来了 这还不懂啊 那前面的东西都是 都是不可考证的呀 这还不懂啊 他前面人家压住他说什么了啦 就是有个声音对他说你有魔障 是啊 肯定啊有魔障啊 没魔障怎么会压住他 好的 那这个梦代表他莲花还在不在啊 这个跟莲花没关系的 有魔障不一定有莲花会掉下来的 莲花是莲花 你这不要做恶事 你就你就不一定会掉下来 你如果说有魔障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只是说 你自己不要有心魔就好了嘛 你自己有心魔的话 你的莲花就掉下来了 不懂啊 哦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咱们 wolf 这头 chez我 暂炼 批